上期我们讲到了啊 在这个北朝鲜拍了关于这个三个纪录片 尤其是第一个那个足球的纪录片 想借着这个东风呢 这个英国的驻平长的那个齿林大使 就觉得啊 可以呢稍微的往前推进推进 他呢就想啊 就是你这个外交部啊 对我们这个使馆的这种活动范围啊 限制的太厉害了 他呢就想呢 跟这个通过这个足球啊 这种运动啊 跟这个外交部的这些人呢 能够建立起一个友好的关系来 于是呢 他们就说呢 这个能不能够呢 咱们组织一个足球赛呗 而外交部觉得啊 你这个就是有不良企图 你呢就是想通过这种啊 跟我们的这个北朝鲜的这些官员啊 进行接触 来更多的掌握我们的内部的实情 可是呢 他又不好直接拒绝 因为当时正好是这个伊拉克战争嘛 又看着萨达姆 直接就被人家康康给吊死了 这金正日已经吓得不行了 就觉得啊 这美国随时可能对这个北朝鲜发起进攻 其实说应该说啊 金正日那时候是相当相当的焦虑的 那跟这个欧洲关系之间啊 能够保持良好的这个关系呢 就是能够让他阻止美国对他进行攻击的 其中的办法之一了 也就是说用欧洲来牵制一下美国 完了另外呢 也表现一下 你看我已经慢慢的在开放了 于是呢 在2003年的8月啊 这外交部呢 就跟这个英国的各个大使馆啊 英国大使馆 应该说是吧 好像是联合国啊 就是那个欧洲的这些大使馆的官员嘛 就举行了一次这个足球比赛 只有这个俄罗斯的那个使馆没参加 剩下的使馆啊都参加了 而这个外交部呢 觉得我天 这是关于我们这个国家的自尊心的问题啊 所以啊 专门还把这个外交部挑出来的这些球员啊 特地的那个集中培训了好几天 结果啊 等到一打起来啊 这才发现了 妈呀 这简直就跟人家没法比 这欧洲人呢 大概个个感觉都会踢足球 所以啊 被打的呀 那叫一个惨 这个外交部啊 等于第一场就等于输了嘛 0比2 结果这金正日啊 立刻就下命令了 说再不能输了啊 这这这个是咱们的国家荣誉问题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体育老跟这个国家的荣誉那个搭上边 于是这外交部啊就开始骗人了 就找了三个这个职业的国家队的球员 完了冒充这个外交部的外交部的选手 哎就参加这个比赛来了 最后呢是等于就是2比2 哎等于下半场终于给踢成一平手了 这外交官一看这人这脚一踢人就知道你是不是职业的呀 立刻就开始抗议了 立刻就开始抗议了就跟这个裁判啊 就是这个当年啊 呃这个是在英国参加世界杯的里边一个足球英雄 哎 朝鲜的足球英雄 哎 等于他跟意大利那一战啊 他踢进一个球的那个朴斗毅 他做裁判就跟那个裁判抗议 说你们这拉片手啊 不光你这裁判拉片手 而且你这个里边绝对有职业队员 这肯定不是外交部的人 我们都是傻屁股 我们都是外交官啊 你这好 这这都是职业选手了 这个裁判说 不是这都是实打实 直接从这个外交部选出来的 我保证 后来啊 呃有一次电视采访 采访就是这个英国大使啊 史林 说你在这个平壮期间 你这么几年任大使 你都有啥成就啊 结果这大使苦笑了一会儿说 我啥成就 我啥成就都没有 最大的成就 就是跟外交部踢了一场足球赛 2002年的6月吧 这时候呢 当时是这个 还是临时大使的时候 呃就是霍尔嘛 呃那个时候呢 他就跟这个 有一些这个外国记者啊 呃来了 找到了这个泰永浩 当时霍尔就说啊 说能不能够帮着这个 呃有一个叫 APTN的啊 有一个叫 就这个 英国的一个电视台 说他们想呢 在这儿啊 嗯 你能帮他一下 他们想呢 不是在这儿来拍你 那个阿里郎 那个表演吗 这APTN啊 呃以前是归这个美联社的 但是它其实是什么呀 英国这一部分啊 是等于美联社买的 等于把它收购了 哎 但是呢 他的所有的注册呀 架构组织架构啊 记者啊 都是英国人 这个英国的那个记者呢 就叫拉反叶 当时呢 他呢就想呢 就是想在这个平壤啊 设一个分社 哎 就不用跑来跑去啊 而且呢 有很多的这个便利条件 这拉反叶呢 就是当时啊 APTN在香港分社的 一个社长 结果他就想呢 就找到这个太永浩呢 就说啊 我们这几个月啊 一直跟你们的那个 中央广播局啊 商量 就是设这个分社的事 什么进展都没有 也没什么答复 完了要不然就拒绝 你看看你能不能帮个忙 这太永浩就问这个货 哎 这不是APTN是美联社的吗 那 我们跟美国没建交啊 那你不可能 你在这设分社呀 你要说这个 他想设分社 也得是美国来出面 也不是你英国大使馆来出面啊 结果这个货就跟他解释了 这个啊 我们只是合并了 完了呢 所有所有财务啊 组织架构啊 都是分开的 哎 我们这个啊 只是在英国注册的一个媒体 你像你看啊 现在既然我们拿到了 可以到平壤来拍你这个阿里郎 你当时阿里郎啊 呃 等于是拍 等于是咱们那个 北朝鲜从 雪海啊 什么那种大型的那种公演啊 呃 又一个就是比较 庞大的一个演出 说你看你们拿到这个 我们拿到这个叫什么来着 这个独播权 哎 允许他们独家 那 你看啊 我们这好多事要处理 这来来回回 办签证 费死了劲了 其实我们在经营上啊 跟美国毫无关系 可是泰永浩觉得啊 这事啊 复杂 哎 不过呢 他也觉得啊 人家那个要求啊 也确实挺紧迫 你既然给了人家独播权了 他又好多事啊 处理不了 所以呢 他就想 我呀 先去打听打听 啊 完了咱们再商量 因为到目前为止啊 在这个北朝鲜 你要设什么分社呀 什么的啊 只有中国 就是中央那个新华社 还有中央电视台 呃 另外啊 还有一个就是俄罗斯的 那个国际通讯社 那也是因为啊 就是当时还是关系友好的时候 呃 根据这个相互原则嘛 就是你北朝鲜也可以在我这啊 所以呢 才这么可以常住的 你要后来这不是关系僵了吗 我估计连这都没戏了 北朝鲜啊 一直认为就是这记者啊 就是一个间谍 你知道吗 就我根本就 因为他的那个记者 就是干这个的 或者说呢 就是你是一个大外宣 所以啊 就是从小 所有的北朝鲜的 这老百姓 一直是受到的这样 教育的 就是这记者啊 都给我盯着脸啊 赶紧的发现不良行为 赶紧举报 我就记得啊 我的那个有一个好朋友 他去了两口子 俩人画家嘛 兴奋 完了呢 正好啊 其实他们就下车了 下车了以后呢 不让他们进这个 人家老百姓的这个居民区嘛 结果呢 他就看见有一个那个小卖部 他就拿那个相机啊 摄像机啊 结果就拍这个小卖部 哇 那小脚针鸡队啊 就是正好站在这个路口那 有几个女的 喊着就冲过来了 哎呦 当时啊 他就觉着有点不对头了 他就把这个摄像机啊 他就给那个镜头给关了 关了以后呢 结果这帮老太太就非要看他的这个摄像机 他就给人看 你看我没拍 我刚举起来 你们这一喊我就没拍 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回到这个酒店 所有人 哎 不许离开自己的房间 完了呢 呃 过了一会儿吧 又通知所有人到大厅集合 集合了以后啊 就是让你们把这个所有的你们的照片和你们的录像都拿出来 人家要审一遍 这两口子啊 他们俩是搞这个视频艺术的 你知道吗 就是视频是他们的那个命啊 尤其是你好不容易下了决心了到这个北朝鲜来了啊 手机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就指了拍点什么东西啊 回来嘚瑟嘚瑟呢 给我们 哎呦他说简直是当时紧张啊 大概啊也是因为这个这帮那个就是他们的翻译啊什么的啊 真的就一开始对他们都是笑眯眯的 那一天就开始翻脸了 就说要不然啊 你们要不把你们的那些录像带和你们的这个 SD卡给交出来 那你们就可能犯了我们这的烦了 那可能你们就有人就走不了了 就留在这了 其余的人啊可以走 哎呦 这帮人给吓了 这帮人给吓了 这热的事啊就开始怎么办呢 后来你知道怎么帮忙 好像是一人出了100美金 买通的 就把这个导游还有这个随行的司机啊翻译啊都给汇入了 其实真没拍什么 你想他在那个刚下大巴 完了那那那对头是那个那个什么 他说真把他吓坏了 他说那个那个架势 而且他回房间的时候啊 不是把他们集中到大厅了吗 他回房间的时候他就发现了 他所有的行李都被翻过了 你听着吓人 后来再不改拍了 说没到时候最后连祖国都回不去了 直接给留在北朝鲜了 因为像这种的啊 发生过好多次就被扣那了 就不让走了 应该说啊 其实就是连这个泰永浩都说 就是一般呢 是不会让你的记者来这常住的 顶多是什么呀 就是逢这个金正金日成生日庆典 每年都有一次吧 还有一个就是劳动党有什么大会啊 有什么重大活动的时候啊 允许你这些外国媒体来采访 即使是这样啊 你记者走哪儿都要有这个导游和翻译跟着不说吧 你要去哪儿你要事先写报告 你得把这日程一个一个列下来 完了人家经过审核以后啊 看了你这路线和你要采访的人啊 事先这什么好多东西啊 就就就都知道了嘛 你就跟那个苏联不是有一次 就为这个拍的啊 那个苏联通讯社也是TNT吧 去拍的 有一个导演去拍 结果他就发现了 他比如说也是必须得规定了 比如他才可以允许他拍这个普通家庭啊 结果他一发现啊 这普通家庭的那人啊 不知道这家里摆的东西在哪儿 明显这个家不是他的家 就是他要采访的那人 临时给找了一个比较住的不错的一个家啊 当时是拍的一个那个小女孩 嗯 长得漂漂亮亮的啊 一个小学生什么的 呃 还一次是发现什么来着 哦 这导演啊 他不是架了两台机器吗 有一台机器呢 正好有个角度啊 就能够拍到这个 跟着他们的这个 呃 翻译和导游 完了呢 这个人呢 比如说他们一家子坐在一块吃饭嘛 拍他们在吃饭 完了说什么时候啊 还得 斜眼看一下那个导游 那导游呢 还使劲望那个 他以为那镜头拍不着他嘛 就躲在那个那个那个 就咱们说的玄关那个位置啊 就揣着都是这么盯着他 到后来啊 播的时候啊 确实是这个呃 你要所有播的必须经过人家北朝鲜的这个宣传部审核的 大概是辣了 或者说呢 这个回去后 他在俄罗斯再放的时候啊 他把它又加进去了 反正就把这个镜头啊 这里边啊 等于两个镜头嘛 就有一个镜头是专门拍这帮人跟着的那群人的 哇 这北朝鲜为此也急了 你知道吗 就又闹了一阵 那个大风波 反正啊 就是非常困难 而这时候呢 正好也是为了这个庆祝金正日诞生九十周年 所以呢 搞的那个大型的这个阿里郎的团体操 什么艺术表演什么的 应该说就是学海以后啊 最大规模的一次这个艺术表演 主要呢 这个内容呢 就是哎呀 我们这个民族啊 都是叫阿里郎 这个民族 哎 我们这国家一直是被侵略 被殖民什么的 经历了无数的苦难 另外呢 就是后来我们幸亏有了我们的朝鲜的这个之星 金日诚 才让我们的国家重新被夺了回来 后来呢 又到了这个迎来了金正日的新时代 开始了先君阿里郎的好时光 哎 重启这个什么复兴统一的这个道路 哎 实现我们的什么觉醒啊 什么伟大复兴了 什么就这些 就是这这种内容 呃 当然北朝鲜那时候呢 就给了这个APTN啊这个独家的放映权 嗯 也当时为了就是做宣传嘛就是想吸引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观光客来北朝鲜来旅游 而这个APTN呢当时呢他们就为了要播这个啊 他有很多的准备工作呀 还有这个相关的你这些这个关于北朝鲜的这些报道啊 哎 大概他们在这个朝鲜呢待了有一个多月 哎就这段啊 确实那时候影响很大因为好多人世界上那时候能够知道朝鲜的能拿到镜头的都不多 你知道吗 哦 所以当时也确实挺轰动的 这北朝鲜呢那时候啊也是这个宣传部那时候宣传啊哎 你看这个世界性的那新闻媒体都来报道我们了 哎 这是我们的这个金家治理世界啊 开始的一个呃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成就 就那意思你看这APTN美国的吧 那美国都报道我们呢 说明我们现在被世界认可了 这也是我们金家父子啊 金日成同志和这个他的这个儿子将军大人 伟大成果 在这个地方设这个分社呀或者常驻记者啊 一直一直就是归这个宣传部和这个叫什么通讯社管 中央通讯社管 这两个机构啊 呃 其实也得要经过这个宣传部的这个批准 就是一层压一层 就是说你即便啊你要来这儿呃采访啊什么拿这个签证啊 都得要先经过那两个机构 由这个两个机构呢再报道宣传部宣传部再报道呃拿到许可了再报道外交部 由外交部再跑到这个金正日那儿去报道就核准了才给你签证了 其实英国我们说过啊就是建交的时候商谈的时候第一个这个 谈判那一轮就光就说这个常驻记者问题了 当时就说哎呀我们还没建交呢嘛建了交了咱们再谈嘛 结果就这么拖来拖去拖了这么多年 就一直就没有给人解决这问题 当时您的英国啊也是为这个问题啊争来争去的 说我们的民主国家你弄的吧你没有新闻这个事吧 我在议会里边我说不说不过去 所以啊其实呢这个他在泰永浩心里啊就觉得 一直是欠着人家的英国这笔账的 于是呢这泰永浩呢就觉得啊你这个能不能用这个大使馆 英国使馆的名义来开一个证明就证明了你的APPN啊 不是这个美国公司是英国公司 呃另外呢他还得打听打听就是你在这设分社 你对我们北朝鲜有什么好处啊 你也说说对你有什么好处就是你把这好处得给我说出来 于是呢他就约了那个那个 呃APTN的那个呃拉法业 就约在了平壤啊有一个大溜冰场 溜冰场那个地下那块吧有一个那个旁边有一个叫银盼餐厅的 这拉法业呢就另外把这个就是跟他们一直打交道老批不下来的那个 什么广播呃宣传的那那个北朝鲜的那个负责人 还有他们的这个外交部的呃 呃关于英国的这些欧洲处理的这些官员都请来 另外呢还特地啊每个人给准备了就是可以说就是贿赂吧 就是有名的这个英国产的最高等的那个高级的威士忌 反正就跟他解释啊其实我这事其实对双方都有利你知道吗 你看啊这个比如说外国的新闻媒体要用你们的那个中央电视的那个内容 你们拿不着任何版权费呀对吧因为你跟人家没有这个直接的关系 而我们要是在这设立了一个分设啊我们拿到版权了以后啊你们就可以赚外汇呀是吧 我们要用你们的内容我们就得给你钱啊而我们呢给你一个许诺 就是你们可以啊我们APTN所有的新闻内容你全都能无偿的拿走随便用行不行这多好的事啊 金正日本人啊是可以随便看什么CNN啊BBC啊什么KBS啊南韩的那些有名的这些啊 呃他是有这个的可是呢就是你在北朝鲜啊你看电视 你因为版权问题嘛所以呢你根本就是人家的这些新闻你是看不到的你也不能使使了人就告你了 呃所以啊就是真的是跟这个APTN要是缺了约的话那你就可以用了嘛 呃后来呀结果呢这个太永浩就想哎我呀写一个这么样的报告 就是说什么呢你看啊人家在这见分社不光是他的那个新闻内容你可以转载了 另外呢他必须得在这租办公室吧他得必须在这雇两个朝鲜的员工吧 完了以后呢拍摄的时候他得买一个车吧完了他出去采访他得有一些费用吧 这些不都是来拿外汇嘛这样的话你想想你那个广播局什么通讯社你不就能得着实惠了吗 对吧这简直是前所未有嘛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啊 结果呢这个太永浩啊就一想啊一下子拍这个常驻啊估计有点困难 说呀就跟他说说这样行不行我们呢就是呃可以先批批了呢但是呢你啊先一开始啊让这个朝鲜的这个员工来拍一些东西 完了呢给你们发过去用这种方式呢咱们运营几年哎彼此呢积累一些互相的信任 这时候再讨论一下哎怎么常驻这个记者的事就容易的多了对吧另外呢你看啊我们要是给你同意设立这分社对你也好处啊你到这来朝鲜你也不用每次哎 重新申请完了再通过那么多道手续啊办签证啊什么什么的这种东西因为还估计你要比如说拍的东西啊内容啊各个部门都要牵着麻烦的多但是你要签了分社了呢你就可以说我是来视察的我来看看工作进行的怎么样啊你就可以直接的自由的就入境了嘛这签证拿的容易的多呀 这就有点跟那个自由出入差不多了你跟常驻其实也没啥来样了吧 哎这拉法业一听啊有道理啊这有点像那个自由可以出入对他来说其实比常驻可能更吸引人 于是呢他就说那我回去啊跟我总社回去商量商量我再给你回复几天以后就来电话说没问题行于是呢这个泰永浩就赶紧写了一个正式的报告给金正日他报告里呢是这么说说这个要让他们常驻啊是肯定哎不行的这个您肯定也不允许 嗯这个我们可以这样就是他呀就只让他啊通过他在这儿的我们的自己的这个朝鲜的员工来拍这个朝鲜的记者来拍我们让他拍的东西而且呢拍下的内容呢都必须经过我们宣传部检查以后哎确立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让他发出 毕竟啊我们跟这个英国建交的时候这个关于这个记者常驻这事啊一直是悬案要是说啊老拖着不办吧我们跟着英国啊也会引起人家相当的不满啊这种越来最积累的时间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人家会越来越不满 那这个我们设了这分社呢这个事情就等于我们可以适当的就算是解决了 太友好因为在这个朝鲜这个制度上啊包括对这个金家这个人的这个性格的了解 他懂啊就是写报告的时候啊怎么能够让这个报告能够批下来 就是你你绝对不能这么说你说哎呀谁谁谁跟我们提了一个请求哎那个优缺点啊是这样的啊呃这个优点 我们分析了更多一些哎请予以批准我告诉你这报告上去百分之百否决 你必须是什么呢就说哎这个从保护我们体制的这个立场出发哪哪哪我们让他做不了 对吧哎就跟这个时候的我们必须宣传部检查呀什么的而且员员工都是我们自己的记者呀 这些你都会把这些啊防范的这些东西一条一条甚至怎么操作你都得详细说出来 这金正日才能够批呢所以这个报告一递上去就真批好我们下期接着讲下期见